范蒂冈电台巡 教宗方济各 元月十一日上午 一寻传统惯例 在宗座大楼的皇宫大厅 接见驻圣座外交使节团 彼此互助新年 教宗在向外交使节团 发表的讲话中 强调圣座在外交工作上 定将继续努力 使和平的声音抵达地级 教宗既往这喜年 能是一个有利时机 使慈悲的温暖驱散 那滞留在许多人心中的 冷漠的寒霜 教宗首先谈到 过去一年的许多积极标记 例如包括圣座在内 达成的许多国际协议 这些协议表明 基于宗教自由 及尊重每个人身份认同的原则 信仰不同者的和睦共处 是可以达成的 教宗指出 朝向和平与对话的形成 接着在中非共和国 班级主教座堂开启圣门 为有力的抵据 以天主之名杀人的观念 如同几个月前 在非洲 欧洲和中东 发生的恐怖凶杀事件 走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 教宗略提了 以开启中非 班级主教座堂圣门 为高潮的非洲三国 木领访问后 也提到他于2015年进行的 其他国际木领访问 举出 慈悲是贯穿在 他木领访问的一条线路 教宗到访 撒拉热窝 这个寻求对话 新途径的欧洲典范 前往争取社会正义 与平等的南美洲 以及寻求彼此接近 及修和的古巴和美国 教宗提到 去年1月 在斯里兰卡和菲律宾的访问 9月在美国费城 参加世界家庭大会 以及10月召开的 世界主教会议 都以家庭为主题 社会发展 不能不关注家庭问题 家庭是学习慈悲的第一所 及其最重要的学校 可是今天 对家庭所需要的 长久稳定性的恐惧 越来越广泛 为此 付出沉重代价的 是社会弱势群体 包括青年和长者 如在家庭内 缺乏兄弟友爱 在社会中 就会缺乏团结关怀